好,在看完了生死短语之后 咱们下面来看课文部分 首先,先来看看课文的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说 The salvage operation had been a complete failure 营救、打捞工作被证明是一个彻底的大失败 一无所获 这个salvage本来表示救或者拯救 在本文中有上下文是指那个沉船嘛 所以发现打捞就行了 但关键是这个operation operation很多同学可能只知道 表示手术 但本文中不是营救手术嘛 这是救船没有人动手术 它是多一词 在本文中翻译成工作、活动或者行动 如果是英文解释呢 可以解释成work、activity或者action 工作、活动或者行动 本文中打捞工作或者打捞行动 这个翻译通顺了 表示这个意思呢 是operation非常常见的意思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 Rescue operation 也可以发现成营救行动、营救工作 这个rescue就不见得是救东西了 可有可能是救人了 比在地震中被困的人 营救行动 还有relief operation 叫做救济工作或救济行动 relief可以表示缓解痛苦 痛苦的缓和 就是缓解难民的痛苦 给他们送去吃穿 就救济工作、救济行动 那clean up operation 是什么意思呢 叫大扫除 就清洁工作、清洁行动 在中午 这个快放学士老是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要做一次大扫除了 都不要回家了 大扫除就clean up operation 工作、行动或活动 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呢 在户门中还会碰到 比如说在41课里面还有 咱们看一看192页 第20行最后 192页 第20行最后 开始 对他们来说 书中代言 对谁来说呢 就对农村人来说 this表示什么呢 表示进城看戏 它有语境 对于农村人来说 进城看戏 是一个重大的行动 他们需要大量的计划 规划才可以 进城不容易呀 看能不能赶上木班车呀 买什么票啊 咱们进城路线怎么规划 所以这是重大行动 而不是大手术 看戏不用动手术 这是operation 行动、工作、活动 有这个意思 一定得记住 这个意思太常卷了 好 这个operation这个词呢 确实可以翻译成手术 但是表示手术这个意思呢 就是外科手术了 大家还不一定会用呢 咱们看表示手术这个意思 应该怎么来用 比如说咱看一个例子 这个病人要做一次 蓝胃炎的手术 病人要做手术 看应该怎么说 我们有这么一个搭配 叫the patient 病人 will have or will undergo an operation on appendicitis appendicitis 叫蓝胃炎 切除手术 那么它来自蓝胃 叫appendix 可以把病人的蓝尾 这个ci 这个字根表示切 cut 你看自杀 suicide 拿刀拉我自己 这是那个切除蓝尾 叫 那么这个appendicitis 前面病人做手术 可以用动词have 或者endgo endgo我们还记得 表示经历 经历某个事情 而且自身强度有变化 那么这个具体是什么的手术 我们可以叫on 为了治这个病 这个手术 on appendicitis 就好了 但是我们在中文中不太分 病人要做一个手术 那下午医生要做一次手术 他都用做手术 中文马马虎虎 在英语中 这个医生做手术 可不能用这个have and go了 怎么说呢 我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医生做手术 咱们可以用do perform 或者carry out an operation 同样的 对某个病人做手术 加起死on on the patient 然后呢 做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加起死for 你看这几个黄颜色的 DACIP的记住 do operation perform an operation 或carry out an operation 手术都是可术的 这个perform在这儿 不能反正表演了 不是用刀 在病人肚皮 磕一个花 就是做的意思 perform here means do 就是做的意思 carry out 去做去执行嘛 在某人身上做手术 加on 治某个病 home加起死for for home 依然是 apendicitis 就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operation这个词 病人做手术 医生做手术 都可以用那个手术 这个词 它是可术的 还有一个不可署名词 泛指外科手术 就是surgery 我们看 he is an authority on surgery 它是个外科手术的权威 这个不能指某一次手术 是泛指外科手术 我们再读一下 surgery surgery 这些词大家可能背过 但一定注意使用 要用得对 operation表示具体的某一次手术 但surgery 泛指外科手术 它是不能数的 一定记住 好 再回到这个剧中 它说 打牢工作呢 had been a complete failure 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那么我们刚才说也能翻译成 打牢工作呢 被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这个被证明是 还记得怎么说吗 咱们在第一课就讲过 用prove to be 这to be还可以去掉 所以本文中可以用 the salvage operation had proved to be a complete failure 这个打牢工作 被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大失败 prove这是主动结构 这是过去完成时了 我们在to be 有也行没有也行 或者把名词替换也行 用这个搭配 叫做 the salvage operation had been a complete fiasco fiasco一般也是表示 大失败或者惨败 可以用它 就是一无所获 到最后是个大彻底的大失败 可以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 fiasco fiasco 它的意思类似于 complete failure 彻底的失败 有的时候也可能 形容是complete 来限定它 但当用它的时候 单独使用就够了 如果你觉得语气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complete fiasco 语气就更重了 或者这么说也行 打牢工作 被证明是个徒劳的 the salvage operation had been in vain be in vain 叫徒劳 白费劲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语 前面用必动词 大声来呗 be in vain be in vain 两个词分开 是徒劳 白费劲 你看这我们还是用paraphrase 诠释文章的方法 看看类似表达 还能怎么说 为什么呢 写作中 我们要替换嘛 光会一个 后面再出现的话 没法写了就 平时就多做练习 好 第一句话上来说 打牢工作是个大失败 那读者就好奇了 什么打牢工作 怎么回事呢 下面作者唯唯道来 他说了 the small ship elker which had been searching the barrens sea for weeks was on its way home 他说小船 二十科号 在巴伦之海 搜寻了几周之后呢 现在正在返航的途中 咱们先看看 这句话的语法 成功的分析 那么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主干 the small ship 这个小船 后面elker 是做前面的 small ship的同位语了 我们说船只呢 如果做同位语的话 船只前面的定位色 d可以去掉 一般要加d 但这里面 the elker 那个d被去掉了 然后后面 位置引导呢 是一个 非限制性的定义重具 就是这个船只怎么样 在巴伦之海 已经搜寻了几周之后 我们说search 不能发现 搜寻巴伦之海 因为搜寻什么东西 就得加jes4 咱们说了 在巴伦之海搜寻 home for weeks 是一个时间状 已经好几星期了 然后呢 主句的位置引导在这呢 was on his way home 正在返航回家的路上 就好了 白颜色是句子主干 黄颜色中间 是一个非限制性的定义重具 这是这句话的语法成功的分析 好 下面看看一些细节 我们先复习那个船只 船只的名字前面 一般都要加一个定乎语的 这是约定俗成的 但是我们说 如果做同位语的时候 这个的一般可以省略 不光是船只 在做同位语的时候 一般灌词 特别是定管词 一般可以去掉 我们看一下例子 你看第十课的题目叫 The loss of the Titanic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这个the在这里是不能去掉的 但是他在做同位语的时候呢 就写上不写都行了 我们再复习看一下 五十页的课文第一句话 五十页课文第一句话 The good ship Titanic sales for New York from Southampton April 10th 1912 巨伦泰坦尼克号 那么在1912年4月10号这天 从南阿姆敦启航 时往纽约 注意这里做同位语 那个the可以去掉 加上加上也正确 同位语是可以省的 不是必须省的 那么我们再复习 在第 大家还记得 二十五课里面 就是我们的一百二十二页 一百二十 这个一百二十二页的二十五课题目 卡蒂萨克号 The Cadizark 是加了定词的 这个时候必须 要加上the 但是我们看到做同位语的时候 在一百二十二页课文的第一句 一百二十二课文第一句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ales of the 19th century 的卡蒂萨克 这个也是同位语 卡蒂萨克号做前面 那个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这个同位语 但这里加了定古斯德 可见做同位语是有也行 没有也行 那么在格林基士 依然能够被看到 这是一个旧知识复习 本文中这个Alker前面 省略了定古斯德 加上的都是正确的 都可以 但是这句话中 我们关键看一看 这个定语从句 这个Witch引导的表面上 是一个定语从句 它里面实态用的是 过去完成进行时 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 一直做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刻 有可能继续 也有可能停止 就是这个持续动作 做到过去某个时刻 就用过去完成进行时 咱们讲过 但是这个定语从句 该怎么翻译呢 如果你要当定语翻译 就不通顺了 你看 这个在巴伦志海 已经搜寻了几周之后的 这么一个小船阿尔克号 现在正在返航途中 这么翻译起来特别别扭 你看老师刚才怎么翻译呢 小船阿尔克号 在巴伦志海搜寻了几周之后 现在正在返航的途中 这个翻译特别通顺 也就是说 这个定语从句 在这里发挥的 其实是一个时间壮语的功能 咱们来看一看 其实相当于 the snowship 阿尔克 after she had been searching the barren sea for weeks was on its way home 你看可以把这个which 还用成after和she 大家还记得吗 以前老师讲过 指车 指船 指祖国 这个代词可以用she 这个she指的就是阿尔克 这个小船 指这座船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是时间壮语从句的 这个功能 但为什么用定语从句写呢 这又是照应了咱们以前讲过那个知识 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往往很多句子 甭管是壮语从句 有的时候甚至是并列句 都喜欢借用定语从句的外壳 因为定语从句呢 它比简单简洁 那么它的关系代词关系复词 一方面呢 引导定语从句 二来呢 在定语从句里面还充当成分 对吧 所以你看要是时间壮语从句的话呢 就比定语从句稍微啰嗦一点 为什么呢 第一个你得加一个联词after 第二个还得加主语she 但是after和she 并在一块用一个which就好了 为什么呢 那我们说了这个时候用定语从句 代替其他类型的句子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大家还记得吧 就这个定语从句之前 它必须这个句末的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前面这个elker 是什么呢 必须是后面这个从句里的一个成分 你看我们看到elker就是让步状语从句的主语she she就是elker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which which had been certain barrensy了 所以咱们再次复习 耶斯普森教授指出 那么定语从句是挂羊头卖狗肉 为什么呢 说是定语从句 其实有一半左右的定语从句 尤其在书面中 发挥的根本就不是定语功能 他用定语从句来写 只不过是为了语言简介罢了 那么说条件是 这个句子前面 跟它相连那句末尾的东西 一定是下面句话里面的成分 否则的话你没法用定语从句写 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我们再看一个原因状语从句 我们体会一下 I had to be very careful not to offend the boss who could find me at any time 我不得不特别当心 不要去触怒这位老板 因为他随时可能把我辞了 你看我一般不当定语翻译 我要特别当心 不要去触怒那个老板 哪个随时可能会把我辞掉的 那么一个老板 这个不通顺 这个不是定语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原因状语从句吧 为什么要小心不要惹他呢 他随时可能会把我辞了 是指原因嘛 你要用原因状语从句就啰嗦了 你看是不是得写 because he could find me at any time because连此还得加主语 he 但是我们发现 那么上一句话末尾的这个the boss 是不是就是后面这个状语从句主语 he 对吧 那干脆我并得一块用who就好了嘛 第一句话比第二句话简洁 但翻译时依然当状语来翻译 根据语境根据逻辑 它是原因状语 对吧 好 不光是原因状语 其他的状语也行啊 咱们再看一个让步状语 看这句话 the action which has aroused universal disapproval is nevertheless the only solution 你看这是定语从句 那么aroused是激起某种情绪 disapproval是反对了 universal咱们二十九个讲过 不能表示宇宙的而翻译成普遍的世界性的的 普遍的 你看我能不能当定义翻译 这个激起了普遍的反对的行动 然而是唯一的选择 这个别扭 激起了普遍反对的行动 然而却是唯一的选择 特别别扭 该怎么翻译呢 这个行为尽管激起了普遍的反对 但是却是目前唯一的这个选择 我们看到这个黄颜色在这儿明显是让步关系 这么一翻译就特别通顺了 那么还原成让步状语从句是不是应该这样 the action although it has aroused universal disapproval 又看到了吧 你看就although的话是连词 后面还加注意it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it不就是上面那个the action吗 the action就是这个it 那干脆并在一块用个wish就好了 所以大家记住定语从句可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第一个我们在阅读中看到定语从句 我们要留神看它是不是发挥定语功能 另外一个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遇到类似这种句子 我们一样可不可以简化成定语从句这个形式 这又是个重要知识的复习 但注意它前面跟着这个跟着相邻的这个词或者短语 必须是下面从句中的 下面句子中的一个成分 否则的话没法用定语从句 对吧 好 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知识 那在后面再看本文的主句 它现在正在返航的途中 on one's way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路上去某地的途中 这个在第一课咱们就见过 还有呢就是什么在钓鱼的路上 对吧 我们说过 还有呢我们在这个这个十五课什么去糖果店的路上 都出现过 叫on one's way 百分钟是东西on its way 然后呢home home是个副词 如果非要去某个地方也可以加cheese to 对吧 这个都可以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这个十五课的第十行后面 七试页 十五课 第十行后面 七试页 这个说去某地的路上了 这个名词在前面加to 本文中home是副词 就不用加to home了 那home做副词到家嘛 对对对 向家里的方向 这副词做壮语了 那么十五课说on his way to the sweet shop 在他去糖果店的路上 他把五十遍试的硬币掉了 并且掉到了地窝盖里边 对吧 这去某地的路上 正在返航的途中就好了 好 咱们类似 咱们用这个结构造一个模仿剧 咱们也写出一个相当于 壮语从剧的定义从剧 咱们练一练 多练别 在埃尔斯明尔公司工作的垃圾工 阿尔弗雷德布洛格斯 在连续工作了八小时之后 正在回家的路上 这个我们说 某人一般可以献出他的名字 后面用同语解释他是谁 跟本文一样 同语是谁 然后呢 后面再说 在连续工作了八小时之后 正在回家途中 有些表达这么些复习 首先在某个公司工作 我们说这个 在某家公司工作 是不是一般都用 在公司里的职务前面加 在公司前面加 I work as an English teacher for New Oriental School 我是新东方学校的一个英语老师 这么来说 我们复习复习在野这公司工作加 JS4是最正规的 我们看在26页第七行最后 26页第七行最后 第四课里面 Alfred Bloggs who work as a Dustin for The Ellsman Corporation 我们加JS4 职位前面呢 职位前面加S 但本文中我们需要JS4 需要公司名字前面 连续工作了八小时之后 连续两个小时 连续三年 这个连续 大家还记得在22课见过 咱们看110页的课文第一行 110页课文第一行 Some places are so successful that they ran for years on end 连续多年 years on end 连续八个小时呢 eight hours on end 就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连续工作了八小时之后 这本来是个时间状语从去 after he had 但这个主语he 好像就是前面那个 阿尔夫特特布鲁格斯 咱们看能不能把它并在一块 用个定语从去who呢 有关于在做主语吗 看行不行 试试看 Alfred Blocks 逗号 他是谁呢 A dustman for the Ellsemer Corporation 逗号 然后呢 who had been working for eight hours on end 好的话 正在回家路上 was on his way 大家负责 home 好 我们看到这个同位语结构 是做前面阿尔夫特布鲁格斯 同位语 但是这个who呢 在这没奇异 因为who不可能只来这公司嘛 肯定是前面阿尔夫特布鲁格斯 你要用这个 时间状语从去 还得说 after he had been working 为什么过去完成进行时呢 因为他回家是过去 这个动作是截止到过去了 一直延续到过去 过去完成进行 然后呢 after和he放在一块 就会并成一个who就好了 因为他前面就是这个人 然后呢 连续八角时 it or on end 然后我们前面这个借词呢 Dustman for The Ellsemer Corporation 每个地方用的重规重局 所以这个句子写起来 特别踏实自信 因为语法 词法 句法 都是咱们新开箭三册经典中见过的 就特别踏实了 好 这个句子咱们看到这 看第三句话 他说 A radio message from the mainland had been received by the ship's captain instructing him to give up the search 说 船长收到了一封 来自于大陆的电报 命令他放弃这次搜寻行动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可以看到句子主干结构 白颜色没有带下号线的部分 A radio message had been received by the ship's captain 这是句子主干 这个from the mainland 这是借词端音的后置定语 来自于大陆的一封电报 对吧 然后句末的这个 instructing him to give up the search 这明显是非位于动词 那么可以把它看作是当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后置定语 来修饰 修饰聚首的这个radio message 就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是命令他放弃搜寻行动 这是修饰聚首的 因为他太长了 所以放到句末去了 是这么来说 好 这个句子里面细节也很多 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电报 无线电报 这radio message现在用的少了 现在咱们一般都 打电话 发短信 发微信 很少用电报了 但电报这个词确实要认识 三个都是表示一个意思 就是无线电报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在军事上用的更多 大声那边 radio message radio message radiogram radiogram 还有一个 telegram telegram 这三个意思一样 都表示电报 但第一个 要把两次分开就好了 这个电报是什么呢 来自于大陆的电报 从大陆 这个大陆当然是欧洲大陆了 因为我们学的是英语 咱们说了 英语中 它默认大陆是欧洲大陆 英语中默认海峡 是这个 这个英纪列海峡 English Channel 咱们中文中默认大陆 是中国大陆 中文中默认的海峡两岸 那个海峡 当然台湾海峡 咱们学的是英语 就来自欧洲大陆就好了 注意这个大陆这个词呢 不要读mainland 尽管land 在清读是一般发着land 也像sweizeland 瑞士是这么来读的 美国马里兰州 Maryland 都是发land 清读 也像英格兰 England 不要的England 清读一般发a 但大陆这个词是例外 它的清读是依然发a 大声的没 mainland mainland 依然是发a 这个声音 它口型不变小 而且这个大陆这个词呢 一般是名词做定语 来修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用法要注意 比如说怎么说 欧洲大陆 欧洲大陆刚好语序跟中文反 叫mainland europe 叫大陆部分的欧洲 欧洲大陆 中国大陆呢 mainland china 这个大家可能新闻中见得更多 注意大陆这个词发音 还有它的位置 来自于欧洲大陆一个电报怎么样 被这个船长给收到了 had been received by the ship's captain 这表示发生在过去就过去了 他们搜寻是过去 收到电报 比这更早 所以过去完成式 那么ship's captain 这个船长 这个船呢 很多零部件 咱们在三侧里见得多 就什么 因为什么船呢 桅杆呢 甲板呢 咱们见过 那船上这个人呢 咱们三侧也见得很多 因为英国是岛国 离不开船嘛 你像我们指这个船长 可以用captain 有的时候 用skipper 都可以表示船上的船长 就是大家都在听它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captain 但是这个词也可以表示上位呀 或者球队的队长啊 都可以用它 在船上就船长 读快之后这个tin 又会鼻腔爆破 对不对 在那边 captain captain 后面的 冷笑一声 那个舌头不动了 在那边 captain captain 或者后面这个词 skipper skipper 也是指船长 还有一个呢 船上比较重要的位置 叫大副 大副 大声那边 firstmate firstmate 就大副 在船上也属于地位比较高了 还有相关的一些词呢 我们在三侧四侧会见到 不妨从同时看一看 就是船员 水手 这几个词意思相仿 都可以 最后一个比较文气一些 我们分别读一下 sailor sailor seaman seaman 最后一个 mariner mariner 水手 或者海员 这个mariner这词比较文言 我们到了四侧十八颗海豚 李老师会讲到这个词 还有一个就是船上的全体船员 或飞机上的全体飞行员 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大声了没 crew crew 船上的全体船员和飞机上的全体飞行员 这个词注意的是 这个词是可数的 但是一群一群数 一个船是一群用单数 很多船很多飞机可以用复数 它是一群一群数的 全体船员 一个船上的全体船员 这个例子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看第十词五十页 第十词五十页的第二行 she was carrying 1316 passengers and a crew of 1891 当时泰坦尼克号上搭载了1316名乘客 还有891名船员 注意船员用单数 可数的前面叫Ella 因为一艘船是一群船员 用单数 对吧 这个注意 还有呢 在本课中也出现了 在本课中 就是在第十行开头 就在三十二个 第十行课文 第十行开头 Now the crew were at first entered in pressionette 尽管船员们一开始还以为 沉船被找到的呢 the crew是全体船员 但是这里用单数 为什么呢 它一船是用单数 一群人呢 注意 crew可数 但是怎么数 要弄清楚 这是船上的人的称谓 然后后面 巨默这个 instructing him to give out a search 命令他放弃搜寻行动 这个我们看 明显是后置令 与修饰聚首的radio message 电报 这个instruct表示 正式的命令 某人做某事 大家还记得 在第五课就讲过 我们再读一下动词 instruct instruct 指示 指派或命令 一般用在客观的 公务的场合 什么上级命令下属 伴也伴不伴也得伴 这是一个命令性的语气 指示 尤其强调 非常详细告诉你 一步一步该怎么去做 指示 命令某人去做某事 本文中呢 是上级命令船长 快逃返航 用这个是对的 咱们再复习第五课 自以三十页的第七行 三十页的第七行 第五课 三十页第七行开始 他说 The editor at once sent a journalist a fax instructing him to find out the exact number of steps and the height of the wall 这个编辑立刻呢 给记者发了一封传真 Instructing him to find 你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这个instructing 跟本文中的 instructing一样 他修饰前面那个传真 本文中修饰 断手的那个电报 只不过呢 这是紧跟在传真后 被本文中跟前 断手的那个电报分离了 因为他定语太长了 好 那么来找到这个台阶 究竟多少集 还有呢 墙的高度 这是编辑 命令记者这么做 只用这搭配是对的 尤其强调 明确指示 让你做什么 可以用它 还有我们看在 贵重的宝贝猫 那颗书也见过 就是第八十六页的第十一行 八十六页第十一行 Mr. Ramsey was instructed to place the money in the cupboard box and to leave it outside her door 这个Ramsey夫人呢 被命令 把这个钱放在纸箱子里面 然后把它放到门外 就好了 这是绑匪命令老太太 也是命令训话式的这个语气 说的是对的 他本来用在上下级之间 但本文中 这个地方用的也特别贴切 你不做的话 你就看不见你的猫了 就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这个语气 好 那么本文中什么呢 instructing him to干嘛 to give up the search 命令他放弃搜寻行动 give up在这是对的 我们在里面 在当时的第四课讲词汇时 讲过放弃 还有一个书面也叫abandon abandon的search也行 放弃这个搜寻 他比give up更正式一些 再来遍 abandon abandon 也是放弃 这可以用 或者可以换成 to stop 或cease the search 终止 搜寻行为 中断停止 也行 这个stop都说了 他的同一词可以用 让我再读一下 cease cease 来终止 就不要再做这个事了 好 但是这个stop跟cease 单独加编语的时候呢 后面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但后面加to do 和加doing 这就不一样了 这个别着急 这个未来我们到了 后面36课 就会讲到 这个搭配 在后面会有这个 那么这是停止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 半途而废 本来没有结果 中途中断了 叫动词abort 这也行 我们大声先读下 abort abort 尤其表示 这个任务到一半 就中途半途而废了 本分钟用的对呀 搜寻没有结果 中途就停止了 因为这个abort 这个词 大家可能背过 本来说动词 表示始流产的意思 这孩子 这孩子还没有到满院 就流产打掉了 所以呢 始流产 始半途而废 用它也行 我们再读一下动词 abort 这几个词 在本分钟都可以替换 都是命令他 终止 就不要再找下去了 你看我们分析一下 这句话的这个剧情 依然他用事物当主义 就无灵主义了 只是一份电报 被船长收到了 然后呢 命令他放弃搜寻行动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 一般是用 用人称主义的 而且中国人 使用主动结构 所以中国人发现成 船长收到了一封 来自于大陆的电报 然后命令他放弃搜寻行动 但问题来了 为什么本文中 没有用这个船长做主义呢 因为你发现 船长其实很短嘛 它ship captain 而这电报呢 后面还有修士语 它更长 所以用船长做主义 可以避免同种矫情嘛 为什么用电报做主义呢 因为你发现 本文中啊 在本文这个语境之下 这个船长 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信息 为什么呢 船长是谁都没有交代 叫什么名字都没有 可见船长是配角 而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 这个电报 以及电报的内容特别重要 所以你看本文中用被动 有这么个好处 被动与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用途 在本文中的用途 明显是突出重点 一位李老师多次说过 一个句子里面 最重要的位置在哪里 大家还记得 在句首和句目 你看我用被动之后呢 刚好把电报放在句首 然后把电报的内容 也很重要 放在句目 而把船长刚好埋在了句子中间 这个句子中间是最不重要的地方 因为它埋在单词的海洋里面了 所以这个是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的这么一个好句子 咱们写作的时候呢 这个是可以借鉴的 咱们看几个例子吧 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先造一句话 试一试 老太太收到绑匪的一封信 命令她支付1000英镑的赎金 这是地道中文吧 人称助语 会不会是主动结构 但是在这句话中 老太太似乎不是重点 这封信是故事情节的关键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 来自于绑匪的一封信 被老太太收到了 然后后面再说信的内容 命令她 因为instructing这个 当飞飞动词 修饰这封信 不就好了吗 咱们试试看啊 咱们先说一封信 Letter来自哪里的呢 From the kidnappers 绑匪咱们见过 had been received by the old lady 然后后面再写信的内容 Extructing her to pay 赎金 Ransom of One thousand pounds 就好了 这个句子 咱们写起来特别踏实 特别自信 但翻译中中文呢 还但中文特征 老太太收到了一封 来自绑匪的信 命令她支付这个赎金 我们为什么用被动 看到了吧 老太太既然是一个配角 这封信在剧中信息重要 把信放在剧首 信的内容放在剧末 这个刚好是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的好句子 当然了 后面不一定加这个定语从句了 也有可能加这封信 什么东西的同位语 或者同位语从句 这个也行 咱们看更长那个句子 考古学家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一尊古代的女神像 原来竟是一位 看上去很魔灯的女郎 这是地道中文 人称主语用主动 考古起来做出有趣的发现 然后说发现内容是什么 但是我们用英语写的时候 就得斟酌一下了 为什么呢 在这句话中 考古学家并不重要 因为考古学家都没说是谁 都没有名字嘛 但是这个有趣的发现重要 然后发现了什么重要 是不是按照本文中这个逻辑 我们可以先用一个有趣的发现 用被动 被考古学家发现了 然后后面是不是可以用同位语从句来解释 发现的是什么 因为就是这个发现内容 古代女神像 这个Ancient Statue of Goddess 原来是 原来我们讲过 Turn out to be 看上去和魔灯的女郎 咱们第三个见过 A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第三个无名女神怎么见过 咱们试试看 怎么说 先说一个有趣的发现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was made by archaeologists 发现的是什么呢 That an ancient statue of a goddess 一种古代女神像嘛 原来是 Turn out to be 一个怎么样呢 A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咱们看看蹦出的是什么 一只小熊 这看了就行了 咱们看句子 看句子 那么中文是 考古学家做出有趣的发现 然后发现是什么 英语中 这个被动在这效果好 为什么 突出了有趣的发现 以及发现的内容 而把不重要的考古学家买到句中了 所以看到 被动语态的使用 目的是非常多的 这里是重要的 被动语态的目的之一 是突出句的重点 好 接着往后看 这个我们看第一段最后一句话 他说 The captain knew that another attempt would be made later for the sunken ship he was trying to find had been carrying a precious cargo of gold bowling 这个船长知道啊 我们很快还要做 另外一次尝试 为什么呢 因为他正在试图找到的 这艘沉船上呢 搭载着一船 贵重的这个金条 他肯定还得再去打捞 因为这个船太值钱了 咱们还是先看看这句话 语法成分的分析 逗号以前 这个白颜色的没有下滑线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句子主干 句子主干很短 就三个字 The captain knew 船长知道 知道什么呢 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做这个 另外的这个同位与重句吧 逗号以前 这个白颜色的下滑线的部分 知道 很快要做另外一次尝试 为什么呢 这个逗号4开始 黄颜色的到句末 明显是一个原因壮与重句 又是逗号4 放在主句后面 咱们太熟悉了 因为4表示 因为做连词时 不能放在句首 咱们说过 为什么呢 因为the second ship 这时候沉船 我们说了三肯做定语 这用的对 然后在原因壮与重句里面 又牵涛了一个定语重句 He was trying to find 明显是定语重句修饰 这时候沉船 他可以看到省掉了which He was trying to find 他试图找到的那艘船 怎么样呢 一直都搭载着 这个宝贵的金条 这个cargo表示 船上的货物 一船金条 这里依然用的是 过去完成进行式 一个持续动作 这个金条可能一直在船上 一直到那个时候 它打捞的那个时候为止 所以过去的以前 一直持续到过去某个动作 过去完成进行式 用的也是对的